这一次要关注新加坡超过了三成的人员 都已经施打完了第一剂疫苗 总理李显龙就宣布了逐步解封的计划 把时间交给新一节咯 我们先来看广州 广州市决定今天晚上十点开始 暂时对离境车辆以及人事实施管制措施 包括通过广州辖区内机场铁路 公路客运站离开广东省的旅客 都必须要持有健康码的绿码 以及72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深尊市当局也公布 呼吁之前因为出差外出等原因 没有接受病毒检测的盐田区民众 应该尽快前往就近检测点进行采样 确保应检进检不漏人的原则 而盐田区的人口大约是21万4千人 现在所有人都不能漏掉检测 香港现在有消息指称港府将要落实 让公务员可以享有接种疫苗之后的假期 也就是每接种一剂就有一天的有薪假 最快这个星期之内就会公布 香港疫苗接种计划展开将近三个月 但是接种率还是偏低 因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25号的时候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有表示过政府下一步会考虑指定行业人员 如果接种两剂疫苗满14天 是可以豁免定期强制检测的 包括前线的公务员 而且也透露政府正在考虑让公务员 接种疫苗之后享有一天的假期 越南人口最多的胡志明市 刚刚传出来因为社区感染爆发 因此要对所有1300万的胡志明市的人 进行筛检 预计每一天将要进行10万次的检测 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他脸书上面发文提到 安全解封的解决方案 因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 李显龙将在今天下午发表演说 宣布新加坡逐步解封计划 而看到的是新加坡呢 先前传出新冠本土病例 但是呢在祭出严格的封锁 以及防疫措施之后 疫情似乎出现逐渐稳定的情况 因此新加坡最近也会宣布 作为世贸中心的经济体 为了受到这个月实施的限制影响 企业还有个人呢 将提供8亿新元 大概就是新台币167亿元的额外补助 新加坡政府说 在新冠病毒不会立刻消失的世界当中 最大限度的接种疫苗 是开放未来的关键 同时也计划在8月底之前 要为每一名符合条件的人提供至少第一剂的疫苗 再来看的是日本对抗印度变种病毒的疫情 正在加速疫苗接种 但是彭博资讯报道 现在距离东澳开幕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日本医疗机构已经发出声音 对于将来从200个国家的78000人 聚在一起举办东京奥运 这个疫情可能让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 可以提供支援 奥运主办方的原先是规划 大约1万名的医师 护理师还有医疗人员 为奥运待命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日本疫情并没有趋缓 医护人员呢 他必须要持续的应付新的病例 因此主办方不得不将支援奥运的医护人员 这个数目呢 降到大约7000人 代表全日本17万人的医护人员的 这个日本医疗人员工会联合会就说 对于在牺牲病患还有护理师的生命 健康为代价来举办奥运 现在他们持有强烈的意义 看看现在日本实施的第三度紧急状态 已经延长了 范围也扩及东京还有其他的大城市 可是效果是不是有限呢 美国上个星期也警告美国民众不要前往日本 关于奥运可能取消了一些相关预测 也在升温当中 虽然现在外国观众被禁止前往观赛 减轻这个染疫的风险 可是日本还没有决定 是不是要禁止国内民众观赛 或者是限制观赛的人数 外界因此也没有办法判断说 奥运在7月23号 一直到8月8号举行奥运的期间呢 是不是有足够的医疗人员 可以来因应紧急的情况 国际奥委会还有东京奥组委都说 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地夫 以及尼泊尔 这六个国家将在东京奥运开始之前 为他们的代表团完成疫苗接种 而这六个国家呢 都受到日本最高级别的边境限制 部分原因就是担心印度变种病毒的扩散 国际奥委会也说除了现行规定的登机 前往日本前96个小时接受两次的筛检之外 这六个国家的奥委会呢 还会同意对他们的代表团成员 要进行额外的筛检 英国首相强森说 希望呢即将要登场的G7领袖峰会呢 可以就这个新冠肺炎疫苗护照达成协议 同时呢也就世界条约来展开协商 为未来的疫情大流行先做好准备 英国每日电讯报就说 因为现在目前光是英国境内 并没有法源依据强制要求 在英国国内使用新冠肺炎疫苗护照 因此英国政府打算放弃 将疫苗护照立为参与大型活动 法律要求的计划 报导也指称 负责新冠疫情的英国官员都说 不可能收法来强制要求 在英国国内使用疫苗护照 政府消息人士更指出 等于是说这个计划要告缺了 而且每个人都在说 这个计划已经胎死腹中